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萌面财经 朋友们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在2020年最后一天 央行和银保监会关于房地产行业 它出了一个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规定 针对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大棒 是一个接一个 前有三道红线 后有贷款集中度管理规定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三道红线 在2020年8月20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人民银行 它联合召开了一个房地产企业的座谈会 在这个座谈会上 它的官方说法是形成了重点 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定 其实这个就是财经报道里面 人们所说的房地产企业的三道红线 这三道红线 它其实是专门针对房地产企业设定的三个财务指标 这三个财务指标 它可以用来监控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状况 根据采到三条红线的不同状况 它设定了四档 分为红乘黄绿四种情况 红色档代表三道红线全部采中 落入这个区域的房地产企业 不得再新增融资 橙色代表采中两条红线 有息负债增速不得超过5% 黄色代表采中一条红线 有息负债增速不得超过10% 绿色代表三条红线均未采中 属于财务上非常稳健的公司 它的有息负债增速不得超过15% 这个就是三条红线 也称345规定 就是三条红线四档区域 5%融资增速的递增幅度 好了 这个就是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 让很多房地产企业感觉到压力山大的三条红线 这个规定它是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端进行监管 就是说你房地产企业可以加杠杆 但是你给我悠着点 有节奏的加 好接着我们就来说今天的银行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规定 它这个全文叫 《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是2020年12月31号出台的 在2021年1月1号就要正式实施 可以看出来出台的比较急 实施的也比较快 它有一个官方问答 官方问答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 官方的回复 第一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和稳健性 第二可以优化信贷结构 支持制造业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小微塞农等薄弱环节 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这句话就比较关键了 什么叫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 如果你银行的贷款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部门 房地产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 或者是局部大的动荡 就很容易给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叫优化信贷结构 就是说你不能所有的贷款都往房地产那跑 这样的话就会挤压实际经济的其他部门的贷款 所以说你看这里面他把金融房地产和实际经济并列开来 这个是分开的两个部分 所以就是金融和房地产不能太肥太胖 然后实际经济却太弱太瘦这个不行 好 接着我们就来说一下 为什么 就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其实更重要的原因 也是这个房地产部门的贷款过多以后 他会挤压居民部门的消费 就居民部门消费会挤压的很厉害 大家都去买房了就不消费了 那这样你是不可能实现这个国内大循环的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看一张图 那这张图是从2011年到2020年9月份 这个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一个上升情况 可以看出来这个杠杆率是一路飙升 一路上升 那今年的前三季度呢 这个杠杆率上升了5.6个百分点 到现在呢 是到这个2020年9月份呢 是61.4% 这么一个杠杆率 那其实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他19年有个报告 就是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 大家也可以去查 这个报告里面呢 他非常明确的 用这个计量分析的方法 得出结果 就是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那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 和增速呢 就会下降0.3个百分点 这个呢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日常感受也是一样的 那这些年呢 这个居民部门为了买房 加足了杠杆 那消费的情况呢 就是每况愈下 这个可以感受得到 接着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规定的这个具体要求 那其实这个具体要求呢 也好理解啊 它就是把银行呢 分成了五档 就是五类银行 然后每类银行呢 给不同的监管要求 你比如说第一档 中资大型银行 就是功能中间交 加上国开行 再加上有储银行 对吧 那你房地产贷款 占银行总贷款的这个上限呢 不能超过40% 那个人住房贷款呢 占这个总贷款的上限呢 不能超过32.5% 对吧 那房地产贷款呢 主要包括两块 一块就是这个个人住房贷款 还有一块呢 就是房地产开发贷款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哪些银行 这个月线了 这个财线了 那根据券商的这个 研报的具体分析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那在第一档 就是大型的这个中资银行里面 有两家银行 这个财线了 一家呢 是建设银行 还有一家呢 是有主银行 他们的这个个人住房贷款 占比呢 都超过了 这个上线 那超过上线以后呢 这个要让他们进行两年的过渡期的整改 就是不是也不需要一下子整改 但是呢 要两年之内 过渡期内整改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第二档的中资银行 这里面就多一点 有招商银行 普发银行 新业银行 平安银行 对吧 然后有四年过渡期的 有两年过渡期的 这个就根据你超出这个 这个上线的这个比例大小了 超过2%以上 四年 不超过2%的时候 就是两年过渡期 好 这个呢 就是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规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细节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房地产贷款这些年啊 就是它的一个增速的一个情况啊 尤其是今年前三季度 那今年呃 前到了今年的2020年三季度呢 根据这个2020年三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啊 就是央行它每个季度 会有一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它的披露的水平呢 是房地产贷款余额现在是48.8万亿啊 占到各项贷款总额的28.8% 然后其中个人住房贷款呢 是33.7万亿啊 占到各项贷款余额的19.9% 啊大概呢 就是这么一个比例 然后从增速上来看呢 啊大家来看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就是呃 个人住房贷款啊 还有人民币就是一般贷款啊 还有房地产贷款 这个三条线的一个增速啊 可以看绿色就是个人住房贷款 对吧 红色就是房地产贷款 刚才说了房地产贷款 包括个人住房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 对吧 还有蓝色的线 可以看到这么些年啊 呃绝大部分年份 都是这个房地产贷款 还有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速 肯定都是比一般贷款要快得多的啊 所以说这个长年累月的积累下来以后啊 这个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就越来越高啊 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呢 越来越大 这样呢房地产呢 就真的慢慢的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灰犀牛 是吧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年吧 就是尤其是疫情以来啊 这个出现了一个利率倒挂的问题 那大家看这张图 那蓝色的线呢 是一般贷款的加券平均利率啊 红色的线呢 就是个人住房 也就是买房按揭的利率 那可以看到 之前全部都是蓝线啊 在红色线的上面 但是今年不同啊 今年这个疫情以来啊 这个红色的线跑到蓝色线的上面去了啊 就是说你个人买房按揭贷款的利率的 比那个一般的小微企业那些贷款的利率还要高 对吧 这个呢 就发生了倒挂啊 当然这个是因为特殊原因 就是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啊 国家加大了对这个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啊 尤其是让利这些中小微企业啊 再加上各种的贴息啊 补贴政策啊 所以导致这种倒挂 那利率倒挂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对吧 一个是它会发生风险错配 明明呢 是这个按揭贷款 买房按揭贷款呢 它其实是安全性更高 对银行来说是更优质的资产 应该来讲呢 应该是利率低的 对吧 你中小微企业啊 或者去创业 那肯定是风险高的 应该利率高 对不对 但现在倒挂了 这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种倒挂呢 会导致有些企业 他拿到低息的贷款以后啊 他没有不去做正事啊 他可能拿这个资金呢 去买理财产品 进行套利 甚至呢 去买房炒股啊 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还是蛮多见的 那第三个呢 就会造成这个银行的近息差的缩小啊 就是说 银行的这个负债端啊 就是存款的成本呢 居高不下 但贷款的利率呢 因为这个这个政策的原因啊 国家这个压力的原因啊 让他压低对实体经济的这个贷款利率啊 所以导致他这个近息差呢 不停的在缩小 所以银行的日子呢 就是也也比较难过 对吧 这个息差越来越小 同时呢 还有这种坏账风险 好 最后呢 我们再聊一下啊 就是无论是房地产这个三道红线 还是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规定啊 毫无疑问呢 这个监管部门啊 是想给房地产这头灰犀牛啊 戴上紧箍咒 那今年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呢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南北分化差异啊 北方的可以说是普跌 南方呢 相对强势一点 但是恐怕以后呢 就算是南方区域内啊 也会产生更强烈的分化 因为这个贷款啊 集中度 包括三道红线啊 就上了这个紧箍咒了 那关于这个分化呢 就是包括南方以内的分化呢 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个央视财经报道的苏州楼市 那可以看到这个苏州呢 这个二手房价格呢 逐月下跌啊 他从二月份的28,000 一路呢 下跌到11月份的24,000 是一个逐月下跌的过程 可能除了这个热门的学区房啊 以外呢 其他基本都是属于阴跌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这个你就能够看出来 他南方的这些城市也产生分化了啊 比如苏州跟杭州 对吧 比如说广东省的这个深圳东莞惠州啊 他们也有分化啊 而且以后这种分化会越来越大 随着国家对这个房地产这个监管的变严啊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啊 先讲到这儿啊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今天呢 总要给大家讲了央行银报监会 最新的对房地产贷款 呃 尤其是对个人住房贷款限制的最新规定啊 他是站在2020年最后一天呢 发出这样一份规定啊 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那为了防控房地产这头灰犀牛呢 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说也是使出了浑心解数啊 那前有对房地产企业的三道红线 后有了这个银行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规定啊 希望呢 是让这头灰犀牛变得温和可爱啊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